Hello 大家好 我是瓜牛哥 这里是奥特曼传奇英雄 上次我们解锁了重光状态的欧布奥特曼 你们觉得这个形态帅不帅 好的 我们现在任务 我们可以挑战新的任务啊 我们可以解锁这一个 暴炎状态 哇 暴炎状态很厉害啊 这个奥特曼好像是 是不是叫梦有彼斯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对不对 好的 我们直接挑战啊 挑战看一下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暴炎 暴炎 今天可以挑战三次啊 获得这个奥特曼的碎片 我们可以进阶层暴炎奥特曼 我们用谁来挑战 那么很明显不用说 一个六星诺亚来挑战 好的 我们挑战的是高斯奥特曼啊 高斯奥特曼 高斯奥特曼和梦有彼斯 他果然是梦有彼斯 走 哇 很轻松 在我六星诺亚奥特曼的光辉之下 他们是打不过我的啊 打不过我 我们应该是可以成功的拿到碎片 哎 他们怎么血量回复起来了 什么情况 好的 他们现在血加不起来了啊 我们的 路过亚奥特曼发露了啊 不过这两个人真的厉害啊 真的厉害啊 打了这么久 居然还没有把他干掉 好的 一个大招 高斯奥特曼直接被秒 把梦有彼斯非常强 很能扛 扛了我这么多下 居然还没有量 说明我们现在的战斗力不高啊 很低 虽然是六星 他不高 打这些小罗罗们 居然都用了这么久 好的 我们看一下获得了多少碎片 三星 可以 好的 我们开箱子 哇 只获得了一个 很难受啊 很难受 不过不要紧 大家看一下我背包里面啊 背包里面我这里有一个英雄碎片啊 不是英雄碎片 呃 道具 这里这个东西叫万能碎片啊 我们可以把它使用 然后换成 嗯 是哪一个来着呀 应该是这一个啊 换成梦有彼斯 我们好像差多少个来着 差几十个吧 我们就换一百个啊 随时可以用嘛 来 一百个梦有彼斯到位 下一期视频 我们把欧布奥特曼进化成爆炎状态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见证爆炎状态 好的 那么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视频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欧布奥特曼 提升能有多大呢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 大家观看